东汉的开国是一段非常波澜壮阔的历史,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汉光五帝刘秀打天下的难度,其实并不亚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难度。 刘秀在河北发迹,以河南为根据地,以两地为中心,然后四面开战。 在刘秀当皇帝之前,打了一场非常有名的昆阳大战,区区两万人就把王莽的四十二万人大军按在地上摩擦。 据说,当时还落了流星陨石,所以很多人说刘秀是未面之王。 刘秀在洛阳称帝之后,又花了近十二年的时间平定天下,先后平定了张布、卢方、刘盆子、淮肖、公孙树等军阀。 所以说,东汉开国是一段非常艰苦且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云台二十八将等人。 因为后人认为,他的云台二十八将就是天上二十八星宿,所以又称刘秀是未面之子。 在赞叹刘秀确实优秀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言论极其放开的今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人臭骂狂喷,蔡京、秦桧、魏忠贤都有人洗白歌颂,但是却基本没有人骂刘秀。 下面就详细探究一下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史书记载,刘秀与他的九世祖刘邦不同,不但长得漂亮英俊,而且喜欢干农活,书也读得挺好。 打起仗来更是永贯三军,曾以三千赶死队大破王毅,王寻四十二万精兵。 更主要的是,他对爱情始终如一,对部下平易近人,风趣幽默。 信任功臣,赏赐毫不吝啬,勤政爱民,不知疲倦。 就连日本人也磕头作衣,求刘秀给他们一个称号。 有人曾说,幽默是一种修养,气度和胸怀,也是一种谦虚的美德,智慧的体现,更是一种大气,自信的表现。 这个书法你是否相信? 看完史书记载的《汉光五帝刘秀》的这五段话,我彻底信服了。 第一段话,钟真。 试换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殷丽华。 想必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连日本和韩国后来写小说,也把官居金吾魏,妻取殷丽华当作男人的两大目标。 在事实上,刘秀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也确实做得很好。 虽然出于壮大队伍的目的,曾经立过圣通为皇后,但是在她心中,更早的殷丽华才是原配夫人。 并且在摆脱门阀世家困扰之后,正是册封殷丽华为皇后。 但是对郭盛通母子也都给予了合理安置,封王和王太后,还给了最大一块封地,让他们享福去了。 在这里,请不要对刘秀娶若干妻子不满。 因为放在那个时代,战乱频发,男人战死得特别多,因此造就了男少女多。 如果一夫一妻制,会造成大量女光棍。 第二段话,诙谐,且勿为盗贼,自治亭长,思可以。 在评书《东汉演义》中,里面有两大名将,分别是岑鹏、马武。 这个马武在历史上就是个搞笑大王。 在后汉书中记载,武为人恃久,扩达敢言,实罪在御前面折同列。 言其短长,无所必计,地固纵之,以为笑乐。 马武爱开玩笑,刘秀更爱开玩笑。 有一次刘秀刚从渝阳,上古得到一支投降来的精锐骑兵部队,就想交给马武统领。 从小为躲避仇家而浪迹江湖的马武,在这个时候推辞说道, 我这个人又笨又胆小,不能胜任。 刘秀笑着回道,你当了这么多年领兵大将,怎么也比我这个秘书强吧。 马武瞬间无言。 等到夺取了天下,刘秀还是有事没事都拉着功臣们一起喝酒讲段子。 讲着讲着,就脑洞大开地问道,要是不遇到我刘秀,大家会做什么官呢? 素有东汉萧和美玉的高蜜猴邓宇,在当时很谦虚地说道, 我就懂一点学问,到郡县当个文学博士还行。 刘秀笑着回道,你怎么也得当个刺史的助手吧。 就在这时候,大大咧咧地马武端着酒杯开始吹牛说, 就凭咱这一身好武功,咋也能当个剿匪司令。 刘秀听后忍不住一口酒,就喷了出来,回他道, 且勿为盗贼,自制庭长,思可以。 意思就是,你自己不当盗贼,别被庭长捉去就不错了。 玩笑归玩笑,刘秀后来还针锋马武为补鲁将军, 杨虚侯,十亿一千八百户。 第三段话,大度,魏长文功臣帝多而灭亡者。 根据史书记载,光武帝刘秀虽然制约驾驭功臣, 而每每能缺乏宽容,原谅功臣们的小过。 远方贡献来的珍宝甘位必先变刺猎猴, 而皇帝的雏中却很少。 有功则常增赏封义,而不任以官职, 所以都能保齐福禄,没有诛杀折将的。 当然刘秀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 当他大封功臣为侯的时候, 十亿最多地达到了四个县。 于是,一个叫丁功的博士就站出来反对, 当时便说道,自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 故立已见侯,取法于雷,强干弱之,所以为之也。 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治。 刘秀回答说,古之王国,皆已无道, 为常文功臣帝多而灭亡者。 刘秀还专门鼓励自己的功臣,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 智节紧度,满而不易,静之戒之, 传而子孙,常为汉藩。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大家好好干,愿你们的封地代代相传, 永远幸福。 第四段话,秦政。 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刘秀虽然跟老婆孩子很亲热, 跟功臣兄弟也很亲近, 喝酒聚会一样不辣, 但是却没耽误正经事, 常年坚持工作, 连个节假日都没有。 于是,刘秀跟殷利华生的太子刘庄, 及后来的汉明帝, 很是心疼自己的老爹。 当时便对父亲说道, 陛下有雨汤之名, 而是黄老养性之福。 愿意爱精神,悠游自宁。 意思就是, 你也别太劳累了, 差不多就行了。 喝酒浇油, 养气安神, 这些事情适当地做一些更好。 刘秀听后, 回答儿子说道, 我自乐此, 不为疲也。 刘秀把治国理政当作一种乐趣, 把明代几十年不上朝的家境 和万里皇帝修煞坏了。 其实, 这里要说一句, 明朝有些文官太混蛋, 皇帝见了他们就烦, 能躲一天是一天。 而刘秀手下的文武大臣们, 不但有本事, 还很风趣幽默, 所以君臣都能够快乐地工作。 这正应了孔子那句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第五段话, 霸气, 亲赐伪奴国王印。 刘秀虽然宽人大度, 但是也不是丝毫不讲原则, 他对某些岛国上的国家, 那是打心眼里瞧不起。 在公元57年, 也就是建武中元二年, 周边有一国家奉贡朝贺, 表示希望成为大汉番薯, 并且请刘秀赐给他们国家一个名字。 刘秀这个很有幽默感的皇帝, 也被眼前的这群小矮人给幽默了一回, 明明是一群小个子, 还自称大夫, 既然你要赐名封号, 我就封你们国家为窝国。 至于谁是你们的国王不重要, 我给你们一个公章, 谁拥有他谁就是国王。 史书如此记载窝国, 窝在寒东南大海中, 依山岛为居, 反摆于国。 自武帝灭朝鲜, 使依通于汉者三十许国, 国皆称王, 世事传统。 刘秀做的这件事, 确实有点不厚道, 人家三十多个国王, 你就给了一个公章, 还不得让这些国王强迫脑袋吗? 但是刘秀不管那些, 赶紧把这些小矮人打发走了, 自己好去跟弟兄们喝酒。 而他手下的人也不负责任, 找了块金子就对付用了。 刻字的时候, 又给刻成了汉尾奴国王印, 也没校对一下, 就扔给窝奴国大夫了。 可是那枚明显是光武帝君臣, 敷衍了事, 闹着玩儿弄出来的金印, 居然成了窝国的传世国宝, 还专门出了纪念邮票, 那个金印现在还在福岡市博物馆, 而且上脚金印的农民 还得了一百两黄金的报酬。 看完史书记载的 《汉光武帝刘秀》的这五段话, 我知道了刘秀, 忠贞, 挥邪, 大度, 秦政, 霸气, 如此完美优秀的帝王, 你让喷子怎么喷呢? 简直无处下嘴啊。